想种柠檬的朋友一定要看完这个视频 因为我将告诉大家柠檬的秘密 老实跟大家说 我宁愿种无花果种百香果 我都不愿意种柠檬 大家好 我是佛山二花匠 很多朋友喜欢吃柠檬 然后就发信息过来问我 能不能在家里种上一颗柠檬 老实说可以是可以 但是您会发现 种柠檬 您将浪费大量的精力 以及成本 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您家种植柠檬的环境 是跟我这里一样的 就是一个开阔的环境 然后虫子会飞来飞去 甚至经常会看到蝴蝶 蜻蜓蜜蜜蜂的环境 那么您将会发现 您家的柠檬 突然间可能会在一个晚上 早上醒来之后 本来长得很好 突然间就慢慢叶子变黄了 它不会枯萎 但是反正就是很乌兴那种感觉 你看这一颗柠檬 这是我在家里的另外一颗柠檬 我很老实地跟大家说 这颗柠檬跟了我有三年了 我是蛮喜欢它的 而且今年挂果量也是可以 基本上那边那条枝条上面 现在十来个果子肯定有 本来果子是不止这么多的 但是一夜之间它就出问题了 出什么问题 虫子的问题 从种植的难度上来说 其实柠檬是蛮好种植的 这个家果出生出养 给它一点不怎么好的土养 它也能活 只要稍微的平时松松土 给它四点肥 它就能开垮结果 从种植的难度上来说 它是一点难度都没有 那为什么说它成本高呢 就是关于虫子的问题 柠檬有一个天敌 它这个东西会飞过来 然后在上面产卵 所以我们需要每天都去观察 那片嫩叶 有没有这个虫子 这个虫子的名字很好听 叫做柑橘凤蝶 从名字上您应该能判断 它主要就是对那些柑橘啊 柠檬啊 柚子上去影响比较大 而这种种子呢 它这种肥蝶 是非常漂亮的 它在里产卵之后呢 就是一次性呢 最多的时候会产十多颗卵 差不多每一片嫩叶上面呢 都有可能有一颗卵 而这个卵呢 从产卵开始到孵化呢 也就半天左右的时间 它就会孵化 孵化出来之后呢 它就会开始摇林家的嫩叶 自从有柑橘凤蝶之后呢 您就会发现呢 柠檬的树呢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还有就是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是不是缺肥呀 不是的 而是柑橘凤蝶呢 那个幼虫呢 它不仅啃咬林家的柠檬 还会上面呢 去注射一定的那个毒素 让我们的柠檬呢 长时间呢 伤口得不到愈合 而这个伤口不愈合的情况下呢 这个植物呢 吸收上来的营养呢 是没有办法去正常供应给果树的 尤其是开花结果的时候呢 更加是明显 这就是柑橘凤蝶的危害 就是三个 第一个大量产卵 第二个啃咬嫩叶 第三个注射毒素 这三个呢 如果您家有花盆里面种柠檬 就注定了有这个虫子 那怎么办呢 我是天天处理 什么为什么天天处理 怎样天天处理 就是每天到楼上做的事情呢 第一个事情呢 就是观看每一片叶子上面 有没有那个柑橘凤蝶的幼虫 这个工作量相当的大 但是呢 无论是我们怎么 我是怎么防御 但是也防不了它 因为它有可能早上来 中午来 下午来 甚至晚上也会飞过来 在那里缠卵 但是我不可能一天到黑盯着它 是不是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柠檬 您注定的只能用一个方法 就是杀虫药 没办法的 我在家里养那么多的柠檬 我是天天关注它 但是也挡不住这个柠檬 这一颗柠檬呢 是完全没有下药 刚才你看到那颗呢 是下了药 药的保护时间是60天 60天之内呢 即使残卵呢 也没办法啃咬那个叶子 这一颗柠檬呢 就比刚才那一颗呢 就稍微好一点 前段时间呢 我也没有下药 就是最近那个 半个月呢 才开始用药 那很明显的一个事情呢 它已经开始重新恢复生长 之前呢 也是通过人工的方式 去去除这个柑橘凤蝶 每一天早上我就看这个叶子 看那个嫩叶 有没有那个柑橘凤蝶的幼虫 还有翻一下叶子 还有没有被咬的痕迹 现在呢 整颗的柠檬呢 上面呢 已经没有被咬的痕迹了 最重要呢 它已经开始挂果了 这个是香水柠檬 已经开始挂果了 非常的不错 当然呢 有朋友可能说 我杀柠檬杀柑橘凤蝶的药 可能不一样 但是呢我用过这个呢 效果是蛮好的 因为有对比有伤害 那一颗大的那颗 刚才您看到的那颗 黄黄的那颗 就是没有用药的 这一颗用了药 很明显 现在已经恢复过来 它们当时的状态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呢 现在明显的区别对待 这个差别就是这里 这个药呢 叫做塞虫禽 一罐就是25例 也就是说 25个花盆呢 都可以用了 它的使用方法 有三种方法 一种呢 是整粒的埋在花喷里面 第二种呢 就是把它打散了之后 混水浇到土壤里面 第三种呢 是喷雾 直接喷到叶片上面 那一般情况呢 如果你花喷里面呢 就像柠檬 没有那么明显的虫子 就是你起码找不到 那个柑橘凤点 那么您就把这个 就埋在土里面 它就可以保护 您家的柠檬呢 六十天 六十天之内呢 那个虫子 是不能咬你家的柠檬叶子了 因为这个东西呢 那个毒树呢 会渗透到每一片叶子里面去 只要虫子咬了 它就可以说拜拜了 效果是蛮好的 然后呢 有朋友可以说 这个东西会不会很毒 老实说 这个东西呢 主要是针对于虫子 它是属于一种烟茧类的 那个毒 是属于升级版的二代的杀虫药 也是目前呢 在咱们农业里面 用的杀虫药里面呢 最前缘的几种 而且呢 它不仅对柑橘凤田 有比较明显的效果 对其他的种虫子呢 也有效果非常的好 所以呢 无论是种植什么植物 您都可以改在花盆里面 埋下一粒 当然前提是 您家的果子 不会在六十天之内采摘 比如番茄啊 像现在的无花果 就不能用了哈 但是像柠檬 它的挂果 其实接近两百天 您可以放心的去使用 那虫子呢 不敢来了 来了也可以 也得说拜拜了 您会发现呢 很快 柠檬就能恢复 正常的生活 正常的展业 开花结果 养柠檬 记住备上这样一瓶 如果你养一颗 这一瓶呢 够离用到天荒地老了 好了 今天我说到这里 我是佛山阿华将 感谢大家 拜拜